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12月25日聖誕節 星期六 我最後會做過聖誕特輯的可能 你們真的完全沒看過 或者不知道 記得看到最後 開始今天的新聞 多謝你們 昨天10月24日平安夜兼逢週末 雖然疫情未穩定 依然還有新變種病毒 Omicron 的來勢洶洶 但是無阻市民戴著口罩外出倒數聖誕節 我是沒有出去的 稍後我會說很多被抓的新聞 好笑的 你出去吃得鹹魚抵得渴 警方在尖沙咀和中環蘭桂坊一帶封路 並實施人潮管制措施 其中 蘭桂坊一帶的酒吧 自從疫情以來 首次在聖誕假期重開 人潮如興 一哥蕭澤宜到場 為同袍打起 今年的聖誕長假期 警方派出反恐特勤隊的人員在多區執勤 昨天2點下午 就開始了 警方已經在尖沙咀海旁 和蘭桂坊一帶 設設多個鐵馬 和封路 德記立街 蘭桂坊和雲涵街 等部分 路段陸續封閉 大批警員駐守 晚上的事份 警務處處長蕭澤宜 先後在尖沙咀海旁和蘭桂坊一帶巡視 並為執勤的警員打起 大約晚上10點多 多區已經人頭湧湧了 警方 於香港警察的Facebook 進行直播期間 適逢 一哥蕭澤宜 現身尖沙咀海旁 透過直播向市民表示 祝大家聖誕快樂 新年進步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家庭幸福 接近零時 大約12點 蕭澤宜去到蘭桂坊 在多名警察的護送下視察 同行包括 港島警區指揮官助理警務處長郭伯聰 這些親信可以埋到他身 有得升呀 郭伯聰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這傻佬 在23日 知不知道誰呀 龍哈山的老公 好像掛著習近平那副像 他在23日再次虛信《華爾街日報》 狠批該報的 社論 曾國衛在信中 開首形容 《華爾街日報》有關香港社論 偏頗沒有事實根據 對此感到噁心 曾國衛說 已放棄期望該報會公平 他說《華爾街日報》不公平 難道東方日報公平 大公報公平 文匯報公平 狠批不答白 他說已經沒有準確報導香港的事務了 《華爾街日報》 但是為了讀者的利益 自己有責任 糾正錯誤 澄清立場 我建議大家不要看《華爾街日報》 被處方 告知有機會不能探訪 情教署隨後完成系統維修 被截農時間前抵達的家屬入內探訪 不知道是否故意拯救家屬 劉永康因為初選案 47人案 還了接近10個月 他的女朋友 王雨喬 今天早上10點半 已經去到 收入所外面 看到大排長龍 被職員告知系統故障 王雨喬 以為未能探訪 那時候 很不開心 很想哭 今天不能探訪 他可能會擔心我有什麼事 王雨喬應該天天探訪他 王雨喬說今天因為聖誕節 已經特意扮靚自己 頭大六角 村上有 holdholdhold字眼的背心 他說節日 的時候會做一些特別的事 因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 他自己依然會積極面對 那就是王雨喬的說話 總之簡單來說 今天 就大排長龍 但應該就被看的 著情處理 懲教那邊 都沒有搞那些人 可能是排長一點 昨日報告 那個有七個月大生 那個四十幾歲 婦人在吐瓜仁 被警察查身分證 一度 租警員反鎖 雙手拖行 他昨天被判無罪 他出庭的時候向記者表示 終於有一個勝利 拿回公道 熬了很久 終於天又患了 我特別想提提他的衣服是穿什麼的 他的衣服是穿著有beach beach 這個字 的衣服 真的 我不是夠噁的 被告劉少芬指出他考慮會向警方殺償 我覺得是告得入的 而他早前已經向警察投訴貨作出投訴 他說希望可以給公義的判決給我 對於警察這樣做事是 不對的 他說是不對的 他想叫鄧炳強 出來回應這個問題 你死呀你惹鄧炳強 我不說 不評論太多 副湯道火案的湯偉雄早前共同犯罪原則計劃 是否適用於非法集結和暴動 判了他就贏了 中縣昨天頒下判辭 下令律政司要支付75元的重費 可能也很貴 兩邊加上1000萬 湯哥要給250 如果是這樣的數 也很貴 是的 我知道這些可能沒什麼人聽 但我也要說 因為我知道昨天那兩集的觀看數是低了 不過不要緊 樹立在香港大學的國殤之柱 星期三 22號 深夜被香港大學 清拆了 台灣的華人民主書院協會宣佈 將會在台北的中正紀念堂 重建國殤之柱 並與作者高志活早有聯繫 高志活對於在台灣重建雕塑 也有高度的意願 至於會不會將香港的條款 移回去 台灣那邊表示 原署在香港的一方手上命運成儀 呼籲港方尊重雕塑 是高志活的私產 也尊重在法治的情況下歸還 該會將會重建計劃 發起 集資活動計劃 在明年的六四晚會 親自邀請高志活 來到台灣 為 台灣的國殤之柱揭幕 其他不說了 希望 在台灣見回國殤之柱 香港那顆帽子 五名空手道運動員包括劉之明 知不知是劉慕尚的哥哥 在哈薩克 完成了阿錦賽後 在23日返香港 在機場驗出 對新冠肺炎驗出陽性反應 同行的十個運動員和三名教練 工作人員則送到竹高灣檢疫中心 接受強制檢驗 我今天看劉師明也正正常常的 希望就沒什麼了 因為我喜歡常妹的劉慕尚好美女 說兩宗昨天不斷掃的新聞 平安夜聖誕節期間 不少市民 去到酒吧消遣 寬度佳節 今天清晨5點多 深水埗警區的人員 去到大南街1895號 去到201號的興基大廈地府一間酒吧巡邏 發現酒吧內有240個客人 也很多 當中五男女 沒有用安心出行 就須了五千元 此外 由於酒吧的43歲 姓林的男負責人 未確保顧客用安心出行 就又被拘捕了 涉事的酒吧在上個月26日曾發生多人打鬥和掃場事件 當日 有人吹雞叫了20個 大漢 駕車到來手持木棍和武器闖入酒吧倒戀 警方當時列作刑毀案處理 這裏有10個 另外葵青那邊 葵青區的警員 展開了黎霆素月行動 突擊搜查區內的多間工廠大廈 倒破三間 違規經營的派對房間 兩男一女的負責人就被拘捕 三間派對房間裏共有37男22女 你們幫我計算一下 599G 599F 總之有5000元 警方 也倒破一間違規經營的酒吧 又是被拘捕的 不斷拘捕 此外 荃灣那邊又被拘捕 突擊八間派對房間 36歲姓楊的男負責人 和一個姓羅的女負責人 又是599F 拘捕了獲准保釋 另外六男八女的顧客 又壞了 599G 沙田那邊也做事 發現一間派對房間涉嫌違規 姓木的31歲男負責人 又拘捕 六男八女的顧客 又拘捕 現在沒有用安心出行 和當中一個男人未有 接種新冠疫苗 又拘捕 另外 三尾街 37-41號 一個派對房間 未於在 張貼列署 所運作的模式公事 即 你走那些什麼Pan A Pan B Pan C 拉一個男負責人 總之不斷拉 恭喜政府 不知罰了多少錢 我都計不到 我當你拉了100個5000 510個是5萬 100個是50萬 恭喜政府 最尾我就說了會說聖誕特輯 的了 不知 在 1993年 1月24日 港督彭定康聯同家人 一起慶祝 應該公祝 香港市民聖誕和新年快樂 彭定康 多謝你啦 再給大家看看 19年 和這個2021年的 聖誕是怎樣的情況 大家看看照片給大家 再給大家 最尾大家看到照片 現在說一下彌敦道485號 銀工餐廳 那時候的電話只有 123455個字 聖誕大餐 5元的賣 我真的不知道多少年前 有沒有讀者回答我 他有9個食物 這個聖誕大餐第一個叫做 雜 雜 國爹 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我很希望老前輩回答我 燕窩雞熔湯 石斑吉列 打他汁 我也不知道打他汁是什麼 瑞士鴨 合遮椰菜 我配椰菜 我大概敢猜瑞士鴨就正的 燒火雞火腿 水菜 烤意粉加布甸 聖誕布甸 合時水果 咖啡或茶 每客5元 由聖誕前夕 6時起 至25號 今天全日供應 這是彌敦道 485號 電話 63610 五個號碼 銀工餐廳 大家可以打過去 按LIKE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 分享 我的頻道月費贊助 是不是 有些驚喜呀 如果你覺得很無聊 就調查我在下面留言 我找了很久給大家看的 希望大家喜歡 這個銀工餐廳 這個真是 有些資深的聽眾 福我們 好了多謝大家 記得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繼續運作下去 多謝大家 拜拜 多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